第34届电视剧飞天奖,第28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9月21号晚在福建厦门举行,三体,去有风的地方,狂雕和繁花等16部作品获得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,海洋公开课,最美中轴线第三季等14部作品获新光奖。 在飞天奖四个单项评选上,赵丽颖凭借《风吹半夏》或优秀女演员奖,雷佳音凭借《人世间》或优秀男演员奖,优秀导演奖由人世间导演李璐获得,县委大院编剧王小枪或优秀编剧奖。 颁奖典礼上,首夺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的赵丽颖泪洒舞台。 在《风吹半夏》中,她塑造的许半夏以朴实细腻的表演,刻画出角色自强不息的性格特质。 很有幸遇到许半夏这个角色。 我一直坚信许半夏的一个开始,我从不许愿,因为事无愿美,但是今天我的愿望成真了,谢谢所有人给我的祝福。 本届飞天奖,优秀男演员奖争夺激烈,既有凭借繁花、县委大院两部作品入围的胡歌,还有雷佳音、张鲁依、靳东和黄志忠参与角逐。 最终雷佳音凭借出演人世间中的周炳坤脱颖而出,至此他实现了三大电视奖的大满贯。 其实我是1999年开始学习表演吧,到今天正好是25年,我觉得这个荣誉对我来说是一个挺好的总结和鼓励。 我以前没得荣誉的时候,天天总在想,我差哪呢,我比别人好,我肯定行。 但其实这个荣誉拿到手的时候,突然间就很坦克,就觉得自己真的是很幸运,而且有很多不足的地方,也感受到了责任感。 本届飞天奖,星光奖获奖作品,题材多样,加作评出。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,以及观众观看习惯的变化,网络剧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一部分,并且其制作水平和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。 本届飞天奖更是首次将网络剧纳入评选范围。 据悉,此次颁奖典礼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、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办、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、福建省广国电视局和厦门市人民政府承办。